南投仁爱乡鲁山地区日前才因为卡努风灾受创 这次海魁台风过境 塔罗湾溪溪水又暴涨 不但掏空金银圈通往马赫坡部落的布拉鲁桥桥墩 还直接冲垮了一旁的情人桥 信服人员上午看待的时候 更直及到整片山坡地滑落的惊险过程 大量土石从山坡上滑落 树木更是直接被土石冲刷而下 滚滚泥流顺着地势往下倾泻 南投仁爱乡鲁山温泉日前才因卡努风灾受创 正会海魁台风来袭再度受创 在仁爱乡塔罗湾上游降下超过400毫米的雨量 导致洪水直逼吊桥桥面 不仅将精英村通往马赫坡部落的布拉鲁桥 桥下陆基全部掏空 更直接冲垮一旁的情人桥 5号上午县长也到场会堪 桥桥都已经开始火烙了 所以然后在这边就这个桥 因为现在是属于要冲击在处理的 才启用三年的布拉鲁桥从卡努后 日前清淤将近一个月 现在海魁又带来约十万立方公尺的砂石 等于之前的努力全部跑堂 那这一次的这个海魁台风 再度的来清洗我们仁爱乡 让我们的这个布拉鲁桥 旁边的这个情人桥 瞬间就淹没了 而在信心乡东浦村连外道路 因为台风受损中断在5号上午仍持续抢通 希望能尽快恢复双向同车 记者曾入成南投报道